今年美股牛氣沖天 AI加持下科技股一路漲到忘記怎麼跌 但是對有些人來說 股市的熱度只會讓他們更水深火熱 這位志工來到德州奧斯丁的食物銀行 領的物資得用來照料60位學童一週餐食 坦炎現在狀況可能比疫情時還要糟 像是這位富人領了餐 要分送給10個都在貧窮邊緣掙扎的家庭 這是德州奧斯丁的糧食救濟銀行 但隨著疫情結束補貼退廠 2022年美國就有12.8%相當於1700萬家庭 糧食不足 如今通膨居高不下 就連這些食物銀行要取得大量食物 也都越來越困難 當慈善機構都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分出去時 對已經流落街頭的遊民來說 這根救命稻草也沒了 26歲的遊民阿基亞和先生兩人靠打零工為生 大部分時間都是零收入 有時候可能一個禮拜領個15美元的公司 約台幣450塊 根本不敢妄想有個家 沒得吃沒得住 這都讓人懷疑這真的是世界最大經濟體 美國的生活嗎 以德州來說 這裡的糧食不足率是全美第二高 高達15.8% 等於是有170萬德州家庭都缺糧 而為什麼會沒東西可以吃和高房價有關 高租金高房價是推升美國三月通膨率的元兇 而最新公布的通膨率風向球 也就是個人消費支出年增2.7% 同樣高於預期 這數據顯示美國通膨頑固焦灼 現在有可能落入高原期降不下來 更糟的是美國第一季GDP增速 也是大打不如預期 是不是經濟正在熄火中 這是投資人最擔心的 經濟數據偏空的時候 美股動能全靠企業財報來稱 Microsoft results boosted by a phenomenal 31% rise in its Azure cloud services revenue AI services accounting for 7% of that growth 社會AI熱潮 微軟與Google母公司Alphabet財報大好 尤其Alphabet還宣布要發現金股息 樂歪投資人 AI當起美股救市主 最怕民間經濟和股市一冷一熱 是兩條平行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